到处都是被炮弹炸毁的房屋大楼 搜救人员在废墟中试图寻找生还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7号指出 基辅周遭小镇伯洛江卡 遭二军破坏的程度 比在附近的布查镇更加可怕 乌克兰检察总长表示 在伯洛江卡两栋被摧毁的公寓瓦利堆下 发现了26具尸体 而加上同样位于基辅附近的其他小镇 目前已经发现多达650具罹难者遗体 他痛批莫斯科当局 故意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城镇里到处都是俄军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公开谴责俄军暴行 更表示布查镇的惨况 恐怕会出现在其他遭到占领的乌国城镇 每天 更多诚实的报告 则 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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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变成了 每天都有更多城市 俄罗斯都变成了 更多城市都变成了 我们应该认为俄军人 现在已经有更多城市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 采访基辅附近城镇的居民 获得的新证词 俄军在基辅附近的村庄 非法处决平民 大举杀戮 该组织强调 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 在家中或街道上 遭到无法形容的残忍暴行 必须将这些行为 视为可能的战争罪 并进行调查 环宇新闻 陈静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